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一个一星级的考点在我们新教材的279页 要求主要就是一个关于拆除工程的安全控制要点 那么这个考点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么整个近四年都没有考过 历史上曾经考过2014年考过关于拆除的 剩下再也没考过 好 因为建造师主要还是以建设为主 拆除我们拆除工程比较少 那么拆除首先第一个安全事故的类型 像这种问题是可以出选择 也可以出案例的 问你拆除工程最容易发生的安全事故种类 有坍塌 物体打击 机械伤害 还有就是火灾爆炸 火灾爆炸等安全事故 这个是拆除工程中最容易发生的这些内容 那么第一个拆除工程安全控制要点 这个里面首先我们看一下第一个就是救援预案 第一个项目是救援预案 那么救援预案需定制应急救援预案 采取严密防范措施 并配备应急救援的必要器材 这个需要大家掌握 我们在这个拆除工程的首先 拆除工程是一个很危险的工程 你别看建造可能用不到很多的力学知识 但拆除还真得用 拆除还真得用 那么需要制定什么呀 应急救援预案 像我们在这个过去的十年的房地产开发过程当中 我家里头有个亲戚 他的朋友 专门呢 他的朋友啊 专门是揽这个拆除工程的 带了一帮胆大不要命的人 然后呢 就是靠着这个揽活 挣了一些钱 但是后面呢 就是因为这个实在是没有文化 他就是胆大 然后呢 就揽了这个拆除的工程 结果呢 就给塌了 因为他不懂结构力学呀 一拆塌了 塌了 人死了之后 他进去了 所以拆除呢 更需要具备相应的结构力学知识 好 再往下呢 就是切断和迁移 那么拆除呢 要做好影响拆除工作的各项 各种管线的这个切断迁移工作 主要是怕漏水漏电 好 再往下保护措施 那么保护措施呢 应该是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 对建筑内的人员的进行撤离安置 基本上把人都撤走了 然后你再拆 那么安全警示 安全警示呢 应该是设置硬置封闭尾档及醒目的安全警示标志 非施工人员不得进入施工区 非施工人员不得进入施工区 然后再往下写资质 具备相应的企业资质等级和安全生产虚可证 施工企业承担 好 这个看一下就可以 再往下看一下人工拆除 机械拆除嘛 都无所谓 人工拆除呢 是要注意一下 人工拆除呢 拆除的施工顺序呢 应该是从上至下 有人说老师 那不从上至下 那怎么拆呀 好 有的时候看这个视频 这个人拆烟囱 我们都看过 拆烟囱怎么拆呀 把这个烟囱 然后这个底部呢 给它凿开一个口 然后用叶压千斤顶顶 顶的时候烟囱就倒了 这就不是从上往下拆 这个非常危险 万一它要不从这边倒 它往回倒呢 好 按照板 非承重墙 梁承重墙 柱的顺序 依次拆 那么我们 我们这个正常的受力 构件的受力呢 是水平构件 把核载的船体给数项构件 板传梁 梁传柱 柱传基础 所以要依次拆 先拆非承重 先拆板 然后再拆梁 再拆柱 是这样的顺序来进行的 再往下 或依照 先非承重结构 厚承重结构的原则 来进行拆除 再往下 那么拆除施工呢 应该是逐层拆除 分段进行 不得垂直交叉作业 作业面的孔洞 应该加以封闭 再往下呢 就是人工拆除建筑墙体时 那么严禁采用 掏掘或者是推倒的方法 你看这个 它这个拆的速度到快 一下子 一天就把大烟筒给拆了 拆除的垃圾 应该严禁向下抛制 我们现在都要求 使用的 建筑垃圾的使用都是管道 从上面能通过管道 落下 不允许使用什么呀 这个直接跑雾 好 这个看一下就可以了 这个是应该注意 核心问题呢 就是考虑受力 同时呢 就是周围要警戒 这是核心问题 然后垃圾呢 要注意环保 这是所有拆除呢 最核心的几个问题 再往下呢 是装饰装修工程 安全管理要点 这个呢 主要看一下这个 装饰装修工程 主要事故的隐患类型 那么这个部分呢 我们在近几年 也没有考过 好 那么主要的事故的隐患的类型呢 包括的什么 高处墜落 物体打击 火灾 触电 机械伤害等等 好 高处墜落 人掉下去了 物体打击 东西掉下去了 然后呢 机械伤害 触电和火灾 这是装饰装修 装饰装修 主要发生的安全事故呢 就是由于什么呀 燃烧 还有呢 就是触电 这是最常见的 这个呢 也要写一写 写一写 跟刚才我们这个 拆除工程呢 要分开 去分开 再往下 你看 高处墜落和物体打击 火灾 触电 机具 那么防范措施包括 防范措施呢 核心就是什么呀 培训教育 培训教育 其实是最重要的 严把这个持正上岗 滚 再往下定机定人 严禁呢 无正上岗 伪装操作 再往下呢 必要的机具 维修 保养时间 那么严禁呢 带病 作业等等 其实现在我们大部分的 这个装修施工啊 一般使用的 这个都是三类机具 三类的这个工作的机具呢 主要是电池 以前我们都是插电 容易容易中电 现在都电池了 基本上都没有问题 好 装修呢 实际上 它的整个的伤害来说 装修带来的人 人工伤害 其实比土建少很多 说装修 因为装修出事了 人员怎么怎么样 比土建少太多了 所以这个部分呢 考的也比较少 再往下呢 看这个建筑机具 建筑机具安全操作要点 那么这里呢 我们主要讨论了几个 大家可以看 第一个是 塔雕的安全控制要点 第二个呢 是施工电梯 这是垂直运输机械 再往下呢 是钢筋加工机械的 安全控制要点 然后再往下 物料提升机 物料提升机 电梯和塔雕 这三个呢 都是垂直运输机械 垂直运输机械 那么还有呢 再往下呢 钢筋加工 还有木工加工 这几个 好 这个部分内容呢 我们考什么 考塔雕 考的多一些 考这个塔雕 考的多一些 在2018年和19年 分别的考到了 安利提 1720年没考 好 大家注意看啊 20年没考 后面是有可能考的 所以我们要关注一下 这个里面的知识 那么在这个部分呢 机具这个部分呢 还有对于这个 氧气以缺瓶 他的一些表述 那么氧气以缺的这个表述呢 我们关注一下什么就可以了 关注一下这个19年的真题就可以 好 首先第一个是塔雕 塔雕呢 我们在前面的雕桩的部分呢 已经也讲了一部分了 那么塔雕的安全控制要点 首先塔雕拆装人员 第一个 那么持有安全生产 考核合格证书的项目负责人 和安全负责人 以及机械管理人员 这个呢是持有这个证书的 我们叫三类人员三项岗位 还有呢就是前面已经提到过了 关于这个塔雕 它的安装有准入的问题 跟这个塔雕相关的特种作业人员 前面提到过一次 包括我们的 起重机械的安拆 起重司机 起重信号工 还有思索工等等 这些特种作业人员 那么再往下呢是检验 塔雕安装后应进行整体技术检验和调整 分阶段及整机检验合格后 方可交付使用 方可交付使用 那么我们在这个塔雕安装完成以后呢 要经过特种设备检测 比如说我们的室内电梯 特种设备呢就会检测 大家可以看到那个室内电梯的 一般上边的会贴 我们是哪个哪个特种设备检测机构检测了的 好 检测合格后呢 方可以交付使用 再往下呢就是壁雷 壁雷呢 塔雕的金属结构 轨道及所有电器设备的可靠外壳 应有可靠的接地装置 应该有可靠的接地装置 那么接地电阻呢 不应大于4欧亩 并设立壁雷装置 好 这是一个问题 再往下停电 那你说塔雕 使用过程中停电了 这个经常会发生 怎么处理呢 应该把所有控制器拨到零位 就是断电 断开电源开关 并采取措施 将重物呢 安全降到地面 严禁起雕重物后 长时间悬管空中 你说掉一个东西一直在那停着 我们可以通过利用这个重力 利用这个重物的重力呢 把它下放到 把它下放 你提不起来 但是可以下放 好 断电 降重物 再往下停工 这个恶劣天气 大雨 大雾 大雪 还有大风 要停工 下面这个超重 这几年呢 像17年考的就是这个问题 那么就是说 当你的这个起雕的重量呢 达到额定起重量的90% 达到90% 这个时候呢 有可能出现超重 那么我们有可能出现超重的时候呢 应该先将重物 掉离地面 200到500 这是一个试雕的方案 先掉离地面的 大概200到500 停一下 然后呢 进行下列检查 下列检查 检查的是什么 那么你试雕的时候 离地面200到500 然后呢 进行的检查 主要是机械状况 制动性能 还有呢 就是我们物件的绑扎情况 就这三个词 考了两次 大概15年考一次 17年考一次 考过两次了 所以大家能写出来 这种试雕的方案 首先呢 达到的不是100% 是90%就要试雕了 那么试雕呢 先离开地面200到500 然后呢 要看一下什么 机械制动绑扎情况 三个词 等确认安全后 方可以继续起雕 对有晃动的物件 必须把这个什么呀 绳子给它拉紧 所以这超重 稍微看一下 停电停工超重 最后呢 是合规 合规呢 就是说你这个 这个重物提升和降落 那你说 重物提升降落 什么时候快 什么时候慢 靠近人的这个范围 人的操作的这个范围 这个时候呢 要慢一点 远离的时候呢 要快一点 所以要慢升 慢升 然后呢 先慢升 后快升 然后降的时候呢 是先快降 然后再慢降 靠近人的这个部分呢 要缓慢 所以他说呢 速度要均匀 严禁忽快忽慢 和突然制动 突然制动 那么左右转 左右回转动作呢 要平稳 当回转 未停稳前 不得反向动作 什么意思呀 就是说你转过来之后呢 马上转到右面去 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能会出现危险 就对塔身的这个扭矩要求比较高 好 这个这就可以了 它会产生一个惯性剧 就是你转的时候呢 停 这个产生一个惯性剧 然后你再回来的时候呢 对塔身要求比较高 好 非重力下降式塔雕 严禁呢 带载自由下降 非重力式的 严禁带载自由下降 自由下降啥意思呀 挂空挡划行 开手动挡的车 下坡的时候呢 挂空挡 这是不行的 好 这合规啊 这个呢 对于我们这个建造师来说呢 建筑实务这个科目考的稍微少了一些 对于整个的这个雕桩来说啊 但是呢 未来装配式上来之后呢 雕桩的整个的工程呢 会增加啊 我们对雕桩的这个要求呢 会变高 好 所以大家关注一下啊 2018年 我们看一下 考的就是这个问题 好 他说呢 这个时候呢 额定起重量 已经达到95%了 所以需要试雕 安全人员呢 让操作人员先将重物雕起离地 15公分 我们说200到500 这可以啊 15公分 然后呢 对重物的平稳性 设备的绑扎等各项内容进行调查 确认安全后 同意其继续起雕作业 那么问题 问题呢 是当塔雕起重核载 达到额定额的 额定起重量的90%以上时 那么对其中设备和重物的检查 项目有哪些 看设备看的什么呀 包括它的制动 那么看设备看制动 然后再往下呢 重物呢 主要看绑扎 所以这个大家看 这就是一个典型的题目 能把它写出来就可以了 那么要检查起重机的稳定性 还有呢 就是制动机的可靠性 还有呢 就是绑扎的平稳 牢固性 好 这个要写一写 这种题目呢 是可以重复考的 可以重复考 好 要写一写 再往下 我们看这是一个二件的真题 施工现场的塔雕 必须停止作业的天气状况有 这个大风大雨大雾 肯定没问题 三大 那么这个五级风呢 应该是没有 应该是六级风 A浮沉 比如说老师 这浮沉是不是雾霾呀 它不是雾霾 如果是雾霾就说雾霾了 好的 不是雾霾 然后再往下呢 是BCD BCD 然后再往下呢 第二个是施工电梯的安全控制要点 施工电梯的安全控制要点 那么这个电梯呢 我们说的室外电梯 这种电梯呢 是可以人货混装 而物料提升机呢 是只能什么呀 只能提这个货物啊 所以电梯 我们看到这个词 那么电梯呢 首先它跟塔雕一样 要备案啊 必须通过省市自治区以上主管部门 就市以上的主管部门啊 鉴定合格和有许可证制造的厂家 合格产品 第一个备案啊 那么这个厂家呢 多少备案的 我们这个建筑类相关的 不管是机械 还是材料生产商啊 比如说我们是做这个 生产这个电梯的啊 或者是我们这个做是生产水泥的 那么这些呢 关系国际民生的 是要经过政府许可的 不是说你想生产钢筋 就生产钢筋啊 像我们北京附近河北周边 那小钢厂多的啊 你要啥都给你生产啥来 甚至说人家说 这个原子弹现在照造出来了 要是没造出来啊 你拿一个过来 我这能给生产出来 一模一样的 好 所以这个污染比较重啊 目前都已经 关停了很多啊 好 再往下 安全距离 那么室外电梯呢 在使用的时候 周围呢 不要堆放这个 亦燃亦爆的物品 好 五米范围内 有个安全距离 亦燃亦爆的物品 以及其他杂物 那么不能呢 在此范围内 这个挖钩开槽 挖钩开槽呢 主要是防止什么呀 我们这个 施工电梯呢 它的受力着力点的一个是靠基础 这个轨道啊 一个呢是靠基础 一个呢是跟建筑物的拉接啊 那么我们这个 室外电梯呢 是顺着轨道往上爬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周围呢 一个是根据这个安全逃生的需求 五米范围内呢 不得有一栏一爆 注意这个数字啊 可以考安立体 也可以考选择体 五米范围内 再往下呢 就是挖钩开槽 这个影响基础 再往下 电梯两米五范围内 应该搭设坚固的防护棚啊 两米五范围内搭设坚固的防护棚 其实这个防护棚搭多少 也就是出电梯多少 还取决于什么呀 上部的坠楼半径啊 我们说坠楼半径呢 有三四五六米 如果说你这个电梯啊 所对应的这个楼呢 已经盖了三十多米了 这个时候你追楼半径 就要适当考虑一下啊 好 再往下呢 就是合规啊 合规呢 是检查各线位安全装置情况 经检查物物后 先将梯龙升高至离地面一米处 那么停车检查制动 是否符合要求啊 然后呢 继续上行 他也要有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试车啊 塔雕呢 是试雕 这个呢 是试车 离地面一米处啊 停车检查制动 是否符合要求 然后呢 继续上行 再往下 那么试验楼层站台 防护门上线位 以及前后门的线位啊 并且呢 观察运转情况 确认正常后 方可正式投入使用啊 我不知道我们各位学员 有没有坐过这个失败电梯 坐进去的时候呢 还是有一些害怕的啊 我们这个电梯的各种安全装置呢 简单说一下就可以了 首先呢 它的伤害呢 主要集中在几个地方啊 第一个呢 就是通道这个位置啊 那么电梯呢 走到每一层以后啊 电梯走到每一层以后呢 那么都要进楼 进楼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呢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门 这是我们在楼里面呢 会设置一个安全门 这个安全门呢 本身是一个临边防护啊 它本身 本身是一个临边防护 只有电梯走到这儿 才能打开它 所以我们这个防护门 一定是从电梯这一侧打开的 这楼里面呢 楼里面是没有打开的这个方式了啊 一般有个门铃 你按一下 哎 这个电梯上来之后知道你这层要停 所以是这样一个情况啊 所以这个第一个呢 就是对于整个的临边防护来说 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个呢 第二个呢 主要是我们这个上线位 这个非常关键啊 除了刹车以外 刹车肯定很很重要啊 还有呢 就是我们上边这个 上边的这个上线位 上线位呢 是电梯 它里面的司机和里面的人 坐在里面的时候 是看不到上面 所以他一直走 如果冒了顶啊 那就掉下来了 像我们2014年就出现这个事情啊 一车33个人冒了顶掉下来了 上线位坏掉了啊 所以这个大家注意一下 上面有线位器 走到上面之后 到端头的不能再走了 上线位啊 还有呢 就是我们的门连锁装置 这个电梯呢 不关好门是不能开的 比如说我们的室内电梯 室内电梯有两个门连锁啊 外边这一道门 里边这一道门 这两个门必须同时关注啊 关延 这个电梯才能走 不关不能走 这就是一个门连锁装置啊 所以有门连锁装置 有制动装置 有上线位啊 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他提的这个问题啊 好 下面的是停运 停运呢 也是恶劣掀起啊 包括这个雷雨啊 六级以上大风啊 大雾啊 捣鬼结冰啊 等等 或者是我们的灯光不明 信号不清等等 好 这个看一下就可以了 总体来说呢 施工电梯呢 比塔雕出的事情呢 要 要要少一些啊 总的来说要少一些 好 这个呢 照片呢 就是我们这个 施工电梯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那么这是在电梯的下部 也就是入口处 那么两侧呢 都要做防护 上边要做防护棚 主要是防杂 大家看到这个电梯的笼子啊 这个上下的门呢 必须关死之后呢 关炎 里外门都关炎啊 然后才能走 再往下 物料提升机 或者叫龙门架 警架等等 物料物料啊 物料提升机呢 是只运物不运人 那么主要呢 一般是用于像我们建筑工程的话 主要用于之前的六层以内的多层施工 当然现在基本上都用外用电梯了 好 那么物料提升机呢 它有几个要点 第一个呢 首先呢 是对基础 它的着力点 主要是什么呀 着力点主要是基础 水平力呢 水平力呢 主要是做揽风绳 如果你靠近不了建筑物 两边的是做揽风绳 当然现在都是跟建筑物拉接 防止你发生水平的倾覆呢 水平方向的固定呢 就是看靠揽风绳和我们这个连墙线 来完成的 好 提升机基础呢 应该有排水措施 据基础边缘五米范围内 也是不能挖钩 不能挖钩 是因为它的竖向力主要有基础 基础来承担 好 必须有保证架体稳定的措施 那么富强件呢 与架体及建筑物之间 均应采用刚性连接件 连接 并形成稳定的结构 不得连接在脚手架上 严禁使用这个钢丝 绑扎 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建筑上使用的物料提升机 比电梯看上去更简陋一些 大家可以看一下 好 一个呢 重视基础 那么要求的基础应该是平整硬化有排水 好 再往下重视拉接 所以说我们这个电梯也好 物料提升机也好 主要重视的是基础 还有跟建筑的拉接 以及建筑的 以及我们这个电梯和 和这个物料提升机的周边 5米 2米5 这个数字 记一下就可以 好 再往下呢 是木工机械 木工机械的安全控制要点 木工机械呢 首先机械的伤害 包括的是机械伤害和触电伤亡 电基本上 这要是真电你一下 就没有什么受伤的问题了 就是零和一的问题 有和没的问题 那么我们这机械伤害呢 要求是有轮必有罩 有轴必有套 和锯片 有这个罩锯 这个要求 大家记住这两句话 有轮必有罩 有轴必有套 那么条有套 那么我们这个这个 切油挡 安全器送料的要求 对各种木工机械配置相应的安全防护罩 尤其是徒手操作 接触危险的部位 一定要有这个安全防护措施 木工棚呢 应该是封闭 大家看到的 木工棚呢 应该是封闭的 主要原因呢 是因为什么呢 第一个 首先 它是有危险 一个是触电伤害 一个是机械伤害 那么我们呢 外人呢 不能随意靠近它 所以呢 要做一个防护 再往下呢 就是里面有锯末 锯末呢 如果风吹过来的时候呢 会造成什么样的污染 这个垃圾满天飞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封闭 主要是锯末的问题 然后再往下呢 这是对木工棚的要求啊 上部有防杂 周围呢 要封闭 然后再往下 看这个机械啊 我们现在使用的机械呢 是用电机 带动整个的圆盘 然后呢 完成这个对木材的切割 哎 这个叫圆盘锯啊 那么我们的要求呢 是这个电机 只能带一个圆盘 我们这个电机 不能说这边带个爆啊 这还要爆平 这边呢 带切 这是不允许的 一台电机 只能带一个啊 后边是设备 前面是工具嘛 只能带动一个工具啊 这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开关 这个开关呢 我们现在用的是单向开关 按一下停 按一下呢 又转了啊 不允许使用这种单向的顺 顺逆开关啊 单向顺逆开关的是这样的 一个开关啊 你往前拨一下 它正着转 往回拨一下 倒转啊 这个这个开关呢 是可以控制它正转 或者倒转 上面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防护罩 哎 有过现场经验的人会告诉 这个防护罩一看就是 糊弄人的啊 什么时候检查 什么时候挂弦啊 这个领导不来 不检查不来 就不挂弦 你这么放上去 有的时候这个原木啊 它切不了 它不好切啊 理论上来说呢 这个设计实际上是有 有缺陷啊 这是设计缺陷 所以什么有轮必有照 有轮必有套这种东西啊 呃 我们现在来说呢 尽量什么呀 尽量减少人工的操作 才是避免安全事故的王道 那我曾经看过一个新闻 这个新闻呢 这个女孩子啊 年轻的女孩子 在这个工厂里面 这个碾压机啊 这个两个轴子之间 可能在印刷 然后呢 这孩子长头发啊 风一吹 一下子把这个头发就 搅到机器里面啊 然后把这个脑袋就 拽下去了 哎 惨烈的事故啊 那是我们应该是在八九十年代 对安全意识还是很薄弱的啊 后来就好很多了 所以要做好防护啊 那么我们真正搞生产的人 搞生产的人 你见过现场的流血牺牲 才知道这件事有多么严重啊 而对于工人或者外行人 其实你跟他讲的时候 他是没有感觉的啊 没有亲身经历过的人 是没有感觉的 好 再往下看一下 物料提升机安装至 三十一米高度的时候 三十一米高度 保证其整体稳定的方法 啊 保证其整体稳定 你是用缆风绳啊 还是用连墙杆啊 这是整体稳定 好 所以肯定选D 好 这节课呢 我们讲的比较简单 一个呢是拆除 一个呢是关于我们这个建筑 机具安全操作的要点 啊 那么是这个拆除工程呢 有安全事故的类型 安全事故的类型 比如说火灾啊 爆炸啊 物体打击啊 高空坠落啊 等等 这个大家再看一下啊 那么人工拆 我还说了 人工拆呢 容易拆除事故 先拆非承重 再拆承重 好 再往下 建筑机具安全操作 规程的要点啊 这个里面有塔雕的 有电梯的 有物料提升机的 这三个垂直运输设备呢 首先第一个 他们共性的要求是一样的啊 首先第一个 就是安拆的人员和企业 一定是双重准入啊 人员是特殊工种 企业呢 企业要进行什么呀 要有资质啊 再往下 共性的特征是安装好以后 要先检测 特种设备检测合格以后 才可以投入使用啊 然后呢 该编专项方案编方案 该备案备案 政府发你准用证 才可以使用 所以这是共性的啊 还有呢 再往下呢 提到的就是关于电梯和物料提升机 他们的基础 基础附近要不要挖沟 要有排水啊 防止呢 水的浸泡造成基础的出现不均匀沉降 引起上部的结构的倒塌 或者请腹啊 还有呢 就是周围啊 这个垂直运输设备周围呢 要做好什么呀 杂物的清理 杂物清理等等 呃 再往下呢 是钢筋和木工啊 这个有轮比有罩 有轴比有套 这个大家自己看一下就可以了啊 那像这些呢 基本上 第一个要防机械伤害 第二个呢 就是防触电 好 那么这部分内容呢 我们就给大家 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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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